移民署在双北地区破坏一个大型的应招集团 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大学生 甚至是有这么一名上海艺术大学的正妹大学生 她的长相非常像女星范彬彬 每个月这个可以说是卖银的所得 周星就高达14万台币 这个应招集团靠着这些大陆的女大学生 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 而他们都说为什么要来台湾卖银呢 是为了要买名牌皮包 这名大陆的正妹雪儿 身材还面貌酷似大陆的一线隐形范彬彬 已经长得这么漂亮还要来台做美容整形 原来这个集团专门以医美健检的名义来台 却是从事卖银的工作 其中雪儿因为酷似明星 身价立刻暴涨了两倍 面目非常小好身材非常的匀称 那由于它配合度高 所以它入境这个从事卖银之后 就广受这些寻方客的喜爱 移民署在双北地区破获这个最大的应召集团 他们就是打着年轻貌美的名义吸引顾客 而旗下的女子还不少是大学生 其中还有就读大陆艺术大学 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买名牌包下海 平常他们出路的时候穿着都非常的清凉 而且打扮都是农装艳抹 而且都有专车接送 还有一名大学生虽然每次交易 只能抽到2000元的酬劳 但是靠着以量取胜 平均每天接客10次 总共来台两次就能够购买到 他心目中的名牌包 移民署总共查获了12名小姐和12名工作人员 在移送地检署侦查之后 另外选日期遣返大陆 记者综合报道